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福德和我们息息相关 我们出生到哪里 投生在什么样的家庭 这辈子能有多少的钱财 能够取得多高的学历 有什么样的子孙 活得好不好 遇不遇到灾难 有没有小人 能够遇到几个贵人 这一切都和福德有关系 福德极为重要 福德高 活得就相对要好 福德小 可能连生存都不容易 工作不容易找到 钱财来得很辛苦 甚至吃饭都成了问题 所以福德非常重要 重要极了 实际上 六道依靠的是什么来安利呢? 就是靠的福报 福德 有福德了 我们可能在天上 可能在人道 没有福德了 我们可能在鬼道 动物道 就靠的福德 我们现在脚踩着大地 我们以为是土地在支撑我们 不是 是福德在支撑我们 如果我们的福德不够 我们在土地上一刻钟都待不住 立即就要到我们 立即就要到我们应道的地方去了 比如 动物道 轨道 是福德在承载我们 不是土地 没有福 没有办法承载 我们说 修行最初的三五年 是最艰难的 非常痛苦 因为这三五年之间 我们的身心世界还很恶浊 身心世界里边 还是贪嗔痴 无数的毒充满 是杀盗淫妄充满 内在是黑暗的 所以 我们在修行中间 会碰到非常多的痛苦 恶劣 甚至是愤怒 焦虑等等 所以 这个阶段一定要坚持走下来 不能停步 不能退缩 不能懒惰 我们很多同修 按照我们地藏七的方法修行 已经度过最艰难的阶段 进入身心清净的阶段 真正进入了佛门 这一批同修 挺过来了 坚持住了 经过这么两年 三年 四年的努力 他们已经摆脱了恶业 真正进入清凉 光明的境界 这些人已经登堂入世了 这个过程 别人不能代替 这个过程要靠自己的努力 但是 也有不少同修打过漆了 却放过去了 没有接着修下去 还有些人 修行的过程 早早停停 起起伏伏 或者 东看看 西看看 这是为什么呢 福德不够啊 善根 福德 因缘不足 可见 没有福德 修行也是无法保证 无法顺利的 福德 福报 这样重要 那么 它是怎么来的呢 二 福德和福报 是怎么来的 我们学佛了 就知道 福报 是从行善 持五戒十善中修出来的 行善 不失 不要为自己 要为别人去 最终才能得到福报 福德 不能靠别人 不能靠竞争 偷 抢 不能靠坐骨票 买彩券 要靠行善 为别人 发自内心的让别人好 这么来得到的 所以说 我们真正 发自内心的行善 能改变命运 即使不学佛 如果没有福德 我们在世间上生活 工作都很困难 为了我们在世间的生存 我们也得行善 也得有福报 才能生活好 工作好 所以 行善 是必须的 福报 并不在于我们为别人做了什么 在于什么呢 在于我们的心 存心 不是说 行善做得越多越好 不见得 而在于我们的心 心真了 心恳切的为别人做事 福报是最大的 当然 我们不能心恳切 手却不动 这也不行 是不是说 什么善事都做呢 也不是 量力去做 恳切的去做 有能力了 就发自内心真诚的去做 没能力 可以不做 一定要发自内心去做 去考虑 变成我们自心本能 自觉的事情 不是有一个人去影响我们了 我们被动的去做 而是 要发自内心 恳切的去做 这一点 大家要明白 另外 种福田 要有欢喜心 要欢喜的去做 因为 我们只有欢喜的去做 将来才能欢喜的得到 如果 我们勉强的做 将来得到的也勉强 我们对众生要帮助 就要欢喜去帮助 无条件的去帮助 要积极去做 千万不要有条件 千万不要有条件 如果有条件了 将来得到的福报 也是有条件的 得到以后 很费劲 非常难 不痛快 二 修复行善 不一定要用钱 我们提倡日行一善 用我们自己的深口意去行善 什么是善呢 为别人着想 为别人说好话 为别人做事 做好事 帮助别人 这就是善 不一定要用钱 我们每天心里边 想着如何帮人好起来 如何让人家好 说话都说有益的话 做事 随手看到有益于别人的事 我们一做 这就是善 包括随手捡捡垃圾 随手推人家一把车等等 这都是善 不一定说要用钱 当然 拿出一部分钱 做善事 做放生等等 帮助别人 帮助众生的事 这也是增长福德 种福田 我们坚持做 福德会积累 将来一定会慢慢提高福德的 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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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德得到了以后 不提倡大家把福德用于自己享受 为什么呢 因为想福就是了福 福报近了 我们就要堕落受苦了 当然 如果我们现在有大房子住 有好车开 说明我们福报比较大 我们可以继续现状 在心里不要太在意 看重这些物质条件 就好了 从佛法上来说 提倡大家把福德用于大众 用于社会 用于庄严佛国 用于这方面去 这福德就应用对了 将来就没有负面的效果 从佛祖来讲 叫福至两足尊 福德 智慧都要圆满 我们现在学习佛法 更重要的是懂得智慧 懂得佛的原理 我们可以有福德 产生出福德 但是智慧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们只有福德没有智慧 那么积累的福德很有可能在六道中间表现出种种的富贵福德 很可能 很可能由此福德富贵 佛告诉我们要福贵 福德要平等的圆满的进步起来 不要偏颇 偏颇了以后 实际上我们任何一方面都不能真正的进步 不能真正的深入 我们福贵 我们福贵双修的目的不是为了福贵这个本身 而是为了成佛 为了解脱 为了成就 这是根本 4.积福莫损福 婚姻的幸福和谐与否 取决于个人的福报后报 也就是说 幸福的婚姻需要福报 需要厚德 既然我们知道了福德的重要性 您可知道福德就像存在银行的钱一样 也是需要经营的呢 简单的说 就是要开源节流 我们先说说节流 不明思义 也就是要节约节俭的意思 这就是吸福 相反 浪费 挥霍 就是漏福了 一 何为损服 损服的行为 有哪些呢 例如 吃饭浪费 倒剩饭菜 浪费水电 购买不需要的物品等等 都是在 都是在无意间 都是在无意间 将自己的福德给露出去了 这些还都是些有形的 能看见的 还不是露福最快的 什么样的行为最损福德呢 以下这些无形的 尤其需要注意 杀生 邪淫 抵触顶撞 父母 上司 长辈 说先贤大德的坏话 发脾气 怨天尤人 煩怒是非 宣扬别人过恶 极度讽刺 挖苦他人 脏话骂人 等等 如果做了这些 那福报就哗哗的都流走了 特别在这里提醒大家 让众生不安 最损福 下面是道政法师说的一个故事 曾经有一位媳妇向我说 他在家庭中很尽力付出 又去学料理 三餐饭都很认真煮 但是不知怎的 他的婆婆都不喜欢他 有一次和他们一起吃饭时 我就了解其中的原因 这位媳妇确实很会烹饪 每一道菜都煮得色香味俱全 现代的媳妇 现代的媳妇像她这样认真照顾家庭的 实在也很少见 很难得 但是 她的婆婆却吃得皱眉头 因为 媳妇所煮的都是到她年轻人的兴趣 她爱吃辣的就煮得很辣 也不管婆婆吃了会舌头破皮流眼泪 她爱吃咸的就煮得很咸 也不管医生吩咐说婆婆的血压高不可以吃咸 像这样 每一餐她的确都很辛苦的料理 却没有一样是为体谅婆婆的需要而煮的 没有一道菜是高血压的老人可以安心受用的 当然 婆婆吃得很苦 就欢喜不起来了 所以说 这位媳妇即使参加烹饪比赛得冠军 她的婆婆也会摇头 不能肯定她 因为她所煮的菜只是表现她自己煮菜的技术而已 并不是发菩提心在恭敬供养她的婆婆 所以 为善要注意观察对方的需要 这媳妇虽然很卖力 但是做的菜却让老人皱眉 这样令对方不安的话 以为再行善积福 实则是消福损福啊 二 何为吸福 再说吸福 到底如何吸福呢 其次是生活有度 其次是生活有度 勤俭 古人说 吸衣 吸食 非为吸财 为吸福 半碗 半碗剩饭 能值多少钱呢 但想到其中 有多少耕作者的劳力与汗水 我们就不能不珍惜这半碗剩饭 一张卫生纸 也花不了多少钱 但想到一张纸 所耗費的自然资源 我们就不能不爱惜这一张纸 所谓 一茶一饭 当思来处不易 一丝一缕 恒念 物力 为奸 如果有这样的观念 自然就知道吸福了 一方面 我们要吸福 在平时生活的点点滴滴中 注意不要铺张浪费 另一方面 我们也要积极行善 孝敬父母 尊重长辈 将心量扩大 多帮助别人 让周围的人们都安心 这样 我们就在不断地积累福德 让自己的福德银行 积蓄得满满的 幸福婚姻 幸福生活 自然会不求自来